迷雾之间六 人生加油站 星云大师著 朗读嘉宾 陈子莹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 一时与一时 感动是一时的 感恩是一时的 荣耀是一时的 影响是一时的 受戒是一时的 持戒是一时的 委屈是一时的 成就是一时的 一时或是一时 谁长谁短 一般人当然认为一时是很短的时间 一时是很长的时间 其实真正说来 一刹那间都有三大阿生奇结 因此 虽是一时 哪里不是一时呢 修道的人精进用功 不畏艰难挫折 辛苦是一时的 成道后的法乐则是永恒的 时间繁复 争长斗狠 因为难忍一时的称恨 造成的灾殃影响是无限的 故而不忍一时滋气 终将造成无限的悔恨 说话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 一言能心帮 一言也能丧帮 一句话能把一个人说得稀烂 一句话也能让一个人死里复活 所以是好是坏 是生是死 常常都是因为一句话 一句话是一时的 伤害是永久的 无人其能不胜防一时的失言 现代的青少年血气方刚 常常为了乘一时之勇 飙车比速度 但是飙车的刺激是一时的 商产爆汗是终生的 为了乘一时之快 留下终生的悔恨 值得吗 学生陈前用功读书学习 辛苦是一时的 成就的结果是一生的 懂得养生机后的人 莫不宁用一时的辛苦 换取最好的一世 男女相爱 结婚典礼是一时的 生活相处是一时的 为了一世的生活美满 彼此应该不忘一时的承诺 如此才能相守一生 民主选举 选票是一张 选出来的公职人员 他的影响是广大的 投票是一次 影响到全民未来的政策 那是无限的 一时的表示很快就会成为过去 一世的则是代表恒常的未来 世间上再苦的是 如果你想到那是一时的 马上就会过去 如此一想 再大的辛苦 再多的逆境都能突破 都能克服 世间上再快乐的是 你也要想那只是一时的 由此认识 你就不会留恋 贪图不舍 对于苦乐都能舍的人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所以做事时 不妨告诉自己 历人是一时的 辛苦是一时的 由此一念 自然会弃而不舍的努力 终能坚持到底 直达成功 人的一生 一时种下的因 其产生的结果可能影响极于一世 甚至牵动生生世世的护福安危 因此无人岂能不胜于一时的言行举止呢 为了我们的一世 甚至生生世世 凡事一定不能不注意一时的因果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